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十八景,发布在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之际,奥运核心遗产之一,北京奥林匹克公园,9日发布了十八景,景观名称和对应图片在发布会上揭晓,叛梦成真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图何光瑞雀,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图奥元十八景,分别为,叛梦成真熊猫盼盼,何光瑞雀和鞋雀, 北顶飞侠世界北顶娘娘庙,鸟朝圆梦国家体育场,奥运之光火炬广场及奥运冠军墙,水运方圆国家游泳中心,七月文华夏晨花园,奥塔流云奥林匹克塔,仰山圣景仰山,五环童心奥林匹克宣言广场,一路走红健身步道,悲林几古朝阳真实远,花田野去花海,银杏迭金银杏林,双元皆翠生太郎道, 奥海游龙龙行水系,钻石兴辉钻石球场,冰丝炫彩国家速滑管,鸟朝圆梦北京奥林匹克公园,公图五环,童心北京奥林匹克公园,公图阳山圣景,北京奥林匹克公园,公图水运方圆,北京奥林匹克公园,公图剧主办方,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介绍,奥元十八景全球征集评选活动于2017年12月启动,收到了3600余建名称和图片作品,经过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, 原北京奥组委,中国营联学会,中国摄影家协会,中华慈福杂志,北京市旅游景区协会,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机构的专家, 组成的评委会筛选和评定,确定了护奖名称和图片作品,当天的发布会上举行了护奖作品颁奖仪式,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因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而生,赛后利用成果显著,据介绍,奥林匹克公园十年间,已经接待中外游客5亿人次, 奥运面积11.59平方公里,形成了三个不同特色的园区,北部是树木茂密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,中部是场馆林立的文化体育中心区,南部是奥体中心和奥体文化商务园区, 记者,吴东编辑,高伟运营人员,冯玉鹏MV014